好 再来看看赛车不等于飙车 但是这一群车手确实得要自费来参赛 这是台中一群热爱摩托车的玩家组成了车队 来到马来西亚参加亚洲梦想碑 清醒挡车巡回赛的首场赛事 算一算上百万元的参赛费用 对比全亚洲其他七个国家 都有获得到当地政府赞助和支持 但是台湾方面却不支持赛车运动 也让这一群想要成为赛车界台湾之光的玩家们 必须要自己筹签贷款出赛 过弯卡位 压车竞速 在马来西亚的赛车场上从台上望去 车道上这两台车号9号与11号的清醒挡车 骑乘的车手来自台湾也代表台湾 这场名为亚洲梦想碑的赛车比赛 比的是轻型挡车 包括台湾还有澳洲 日本 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八个国家在亚洲巡回比赛 不过台湾的车手跟着巡回参赛的费用 至少得花台币近百万 半数以上的金额却得自行贷款 台湾车手23岁的林玉智 还有搭档出赛的25岁葛亦成 两个人为了一元塞车梦都各自借钱出赛 赛车赛事在亚洲巡回 五月马来西亚 六月印尼 八月中国珠海 九月日本 巡回赛进行到十月 则将在台湾的大鹏湾登场 紧张的赛事都比到家门口了 无奈国家却不支持 国外赛车的赞助是你挤就挤不进去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玩的 很无奈的一个地方 赛车皮衣的手臂上 印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车手代表台湾跨越国际到异国参赛 在场上比技术 比体力 比耐力 更增加台湾的能见度 无奈后场的国内奥园却是少得可怜 中天新闻林家庆 张军龙 台中采访报道